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忽然露面一下 不过这一页大家应该都知道 齐请临身活泼 加持文 加持文就是指这一段从公阿厨开始 然后到下面 OK 那么加持文大家应该都是会背的 从公阿厨经理清净身口一开始 然后一直到这个记念完最后 那么毕露哲拉佛佛颜佛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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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齐请文 那么齐请文有什么功德呢 请看PPT的第二页 齐请文的功德 不着急 慢慢来 好 我们看这个齐请文有十大功德 我简单给大家念一下 念这个齐请文会怎么样呢 第一 佛谢今生不得了 第二 光明变照 等一下我们就时间去修去念 你真的会觉受到光明变照 佛所言都是真实的 第三 王者升天 如果我们为王者加持 或者身边有冤情债主等等 王者升天 第四 疾病消除 现在对于疫情期间尤其重要 第五 苦恶解脱 所有的苦难 灾恶都能解脱 第六 业障减免 业障减少甚至免除 第七 福分增长 第八 知慧具足 念这个齐请文 福和会都会增长和具足的 第九 所求如愿 你在最后回想中所祈祷的 因为这个齐请文的加持 会如愿的 第十 速得成就 我们的修行会速得成就 跟着上师速得行命 所以齐请文如此的重要 师尊在解脱道口诀这样写 短短短的齐请文 短短的齐请文 不可小视 要小看 若能在修法前实受一遍 功德威为深入海 法力高如虚弥山 这齐请文呢 如果每天都能持诵 是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功德的 所以请大家谨记 在修法的时候 在最开始的时候 可以持受这齐请文 好吗 会增加加强我们传承法力的加持 我们再来看一下 根本上师是怎么讲的 好 没有开声音 从头换一下 现在有声音的 不要紧张 慢慢来 好 可以的 大家太认真了 所以会有些紧张 我们给毕丽主教一个鼓励 好 加油 不着急 我们生活行者都是非常有耐心的 可以再放一下吗 师尊的开示 对 只放师尊的开示就可以 谢谢大家给毕丽主教的鼓励 好 祈求根本上是注顶加持前 可以念 齐请联僧佛佛加持文 在座根本上是注顶加持 没有问题 这个是标准的 你要请这个 联僧佛佛加持的时候 的时候 注顶加持 可以齐请联僧佛佛加持文 可以念诵联僧佛佛加持文 齐请联僧佛佛加持文 齐请联僧佛佛加持文 好 可以了 非常谢谢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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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